台湾约有8万名喜讯患者 使用腹膜透析的病患仅有一成 与香港、纽澳等国际区市大相径庭 不过就有一位工程师 肾脏病情起起落落 最后靠着腹膜透析 重新掌握自己的人生主导权 他在去年底 转介到我的门诊的时候 他的肾功能指数 也就是肌肝酸这个数字 已经到12.1了 那这个大概是正常的10倍 其实他来的时候 因为尿毒症又贫血 所以其实点是很白 然后头发也比较稀疏 有点开始在掉头发 治疗了一两个月之后呢 他的肾脂数其实就很快的恶化 那我那时候就跟他说 你要赶快住院进来做头戏的准备 不然你到时候会有一些严重的病发症 他一进来 第二天马上就发烧 对我来说感觉上治疗上是有点棘手 因为就变成一个细菌感染 加上尿毒症 两个一起来 两三天以后 就突然发现原来 他又合并地感染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A型流感 他很年轻 他也不敢跟他父亲说 他胜功能有这么严重的一个情况 那是一直到住院呢 他父母来照顾的时候 才知道他的儿子胜功能 已经没办法救了 那我很清楚地看到一个父亲的难过跟担忧 我就跟他说 你给他一个礼拜时间 你给我一个礼拜时间 好好的让他治疗 那我相信下礼拜 你一定会看到他有明显的一个好转跟进步的 后来我们就同时加上了这个抗病毒的治疗 然后再施与钻石性的血液透析 大概过了一个礼拜以后 病患才开始渐渐的人开始清除起来 可以进食 后来也顺利地进行腹膜透析的导管的植入 以及后续的教育训练 他在做这个透析之后呢 他还是继续他原本的工作 然后完全没有影响到他的一个生涯的发展 他一样可以受公司的指派去国外出差 我觉得蜂蜂透析的好处就是 他能够让你很自由地移动 其实我有三个病患都是工程师 都四十几岁 就包含这一个 所以我把另外那两个 前面那两个工程师 刚好请他们回来 跟他分享一下经验 也给他一些鼓励 突然他们不知道谁开始起哄说 那我们这个方面 三个可以一起合作组一家公司 那我们请李医师来当CEO好了 那我就听了觉得 这实在很好笑 但是也觉得很温馨 附膜透析不影响日常生活 对残余肾功能的保留也较有利 只要一病互相配合 就能达到很好的治疗效果 很多民众选择自动附膜透析 主要是因为他可以在晚上睡觉的时间 有机器来帮他自动的一个人透析 那他白天生活就可以比较自由 当然有些病患他不习惯 晚上睡觉的时候 有个机器接在他身上做透析的情况下 他愿意每天做四到五次的换衣的话 那一样可以做得很好 因为我们现在的一个医疗导向 其实并不是说 医生要你做什么治疗就做什么治疗 我们还是希望跟病人做共同的决策 我们还是以把这两种模式 跟他自己自身的情况跟居家环境 以及他学习能力自己做评估 那由病患做最终的决定 很多民众因为恐惧 反而没有机会了解附膜透析 能带来的便利性 只有了解病患需求与生活样貌 医师才能协助做出最适合的治疗选择 兼顾治疗的同时 生活品质也能不打折扣